你必须了解 在这个世界上里面 不管你有看见没有看见到 我们有两个国度是对立的 一个是属神的国度 一个是属魔鬼的国度 你不站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你就是站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说不要紧啊 我没有信耶稣 不过我也不是属于魔鬼的 不可能的 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属灵的环境里面呢 只有两个国度 一个是属神的 一个是属魔鬼 如果你跟着耶稣的 你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如果你没有跟从耶稣呢 一切一切的 都是属于魔鬼的管辖里面 我们来看你就明白了 我们看这个经文 第六章十二节这样说 因我们不是以血气战争 言文是说摔跤 而是以那自政掌权管辖 哪个UN世界的 以及天宫属灵器的恶魔战争 这一杯 你不是你怎么样的感觉 我告诉你 今天所有社会上一切的活动 所有社会上一切的事情发生 都跟灵界有关系 跟灵界有关系 而且如果你用这个经文来翻译 用希伯来言文 直接翻译的话 你就会看到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摔跤赛不是以肉体 血气的对立 也不是以那有躯体的对立 而是以多方统治的权势 支配这黑暗世界的 以空中属灵器的恶势力战争 言文是这样说 所以呢 你会看到从信业里面啊 圣经用很多的篇幅啊 来描写神的子民 就是你和我 其中一个就是在以佛所经 我们看到的呢 就给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是一支军队 然后来描写我们这个神的子民 这个军队呢 作战的范围是宇宙性的 就是说不只是在地面上的每一寸土地 也包括了地球以外的空间 也就是上帝创造的整个宇宙里面 第二 我们要看 今天那从十二节呢 我们也看到一样东西呢 在魔鬼的国度啊 是有组织的 是有严密的组织的 他们有分很多层的势力 虽然听起来很吓人 但是呢 却是很事实的 我随便给你看个经文 你就明白了 我们一起来看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八 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如果你能找到的 我们一起来看 然后我读给你们听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这样说 当下 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的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去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二十三节 众人都惊奇说 这不是大伟的子孙吗 二十四节 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敢鬼 胡非是靠着鬼王 别西普啊 二十五节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就站立不住 二十六节 若撒旦赶住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二十七节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 哎 sorry 二十八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灵到你们了 Amen 从这里的经文呢 我们看到有三个东西 我因为时间远固 我是很简摆的跟你讲 第一呢 原来啊 在撒旦的国度里面 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有一个国王 刚才我们读的时候 看到没有 他说 我若是靠着鬼王 别西普赶鬼 在魔鬼的国度里面呢 有一个王 一个 一个 王帝 那就是撒旦魔鬼 然后呢 这个国 这个皇国呢 这个魔鬼的国度呢 不是四分五裂的 他们很团结的 他们没有 没有自相纷争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魔鬼的国度 是很团结 很合一 不四分五裂的 然后呢 第三 他仍然存在 还没有被拆毁 这个国度 所以呢 你会看到啊 魔鬼最高兴什么 魔水最高兴看到教会分裂 魔鬼最高兴看到教会 没有合一 魔鬼最高兴看到 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象征 因为 这就是达到 如果教会不合一 不团结 分争的话 他就攻破了整个上帝的国度了 所以呢 合一 团结 不分争 是对我们基督族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你看啊 魔鬼本身的国度都没有 没有分争啊 都很合一 团结 所以他们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来 做破坏的工作 所以 他最想要看到的就是教会不能团结 合一 所以魔鬼 兄弟姐妹 一定要记住 不要保持团结合一的心 因为呢 如果不团结合一呢 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无论如何 不管这个事情大小都好 我们一定要靠着主 保持坚持合一的心和团结的心 然后呢 最后27节 28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耶稣指出有两个国度 一个是魔鬼的国度 一个是神的国度 而这个两个国度之间的战争啊 是没有停止的 而且很明显的 耶稣说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灵到你们了 意思说呢 魔鬼呢 明显了 他有能力 但是上帝的能力 魔鬼的能力 更能够赢过魔鬼的能力 上帝的能力 超越了魔鬼的能力 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啊 这个人啊 是什么 又虾 又龙的人啊 所以你看呢 很多事情啊 跟灵界有关的 兄弟妹 这个人啊 不是天生虾和天生龙的 这个虾又龙的人啊 是被 虾又亚的 虾又亚的人呢 是完全呢 是被魔鬼来通知的 所以一些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一些人的问题 并不只是疾病而已 这跟魔鬼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中